这件玻璃瓶的造型并不复杂,但是它的纹饰和色彩非常引人注目。 在它深褐色的底色上,从口部到底部缠绕着螺旋状的白色条纹,它们粗细不一,飘逸灵动。 这件玻璃瓶出土于河南洛阳东郊的一座东汉墓中,是一件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东汉首都的域外珍宝。 请问下列有关这件器物的说法,错误的是哪一个选项? A. 这件玻璃瓶来自古罗马。 B. 它是使用模具铸造而成。 C. 其表面纹饰模仿大理石。 D. 它可能是用来装香水一类贵重液体的。 B. 它是脚料玻璃,就是用几种不同颜色的玻璃瓶,那个是稍融化了以后,合在一起,然后通过脚的一种方式,最后吹直成型的。 所以说它使用模具铸造这个而成,这个答案是不正确的。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,选项B. 选项B. 因为它是用吹制法吹成的。 祝贺八位选手全都回答正确。 祝贝八位选手全都回答。 G. 局农费八方招咬露体的荡刹链纹